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蒋总豪 主创空降明星开麦 新剧热宗和你一起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好 我是陆卓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边看边聊 兄弟吧 第十六七 一些声音大是吧 大家好 没有大哥 没有没有大哥 只是跟他压了一个声线 好性感的声音 低沉的猛男声音 我们那时候泥巴还是绿色的 对 现在 现在还有泥巴吗 前两天二哥说他想开始健身了 对 因为我想 就是跟大家大家同步 比如说夏天那个时候就是 比如穿的比较单薄 身材就要 空气里有个味 什么味 就是油油的游行性的味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面游行性啊 面游行性啊 我的内心是特别秀气的啊 哈哈哈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嘞 大家去多二十五的准时收看节目 周四周六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的朋友们 拜拜 拜拜 嗨 喂 大哥 給我們來個自我介紹吧 喂 大家好 我是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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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 講蹲好 我曾經用過這個自我介紹 真的嗎 曾經 大家好 我是 狗狗狗狗 你也不是你是 大家好 我是大狗 駕狗陸卓 知道機箭組瘋狂嘲笑你們的黎巴嗎 知道啊 晚上睡覺本來就磨牙 白天也現在開始咬著後槽牙齒 是誰大哥 以後我兇他 是李耿雲是不是 都有 就那些小子我覺得 沒事把他們四個都弄了 現在去咬一下 為什麼不用鐵絲網來帶鐵黎巴呢 主要是這個鐵絲網它貴啊 就是成本上考慮 對那個竹子它便宜 之前我們也考慮就是找現成的那種 老師傅做好的過來 直接插在那裡就行了 然後他一問那個錢 那天來了一個師傅 給我們算了筆帳 這個 一萬八 我看兩萬 給你們打個折吧 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 然後師傅拜拜 這麼貴的 這麼貴啊 很貴 所以我們才自己動手做 雖然做的還挺好的 好 雖然是信號的 我終身怎麼誇呢 那個是怎麼 就花了大概多少費用的 那個最後花了四千多塊錢 還是挺便宜的 對 相當於想了四分之三的錢 那大哥 您的西瓜頭是怎麼來的 西瓜頭我其實知道一點 就是我先說想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 你還有想法 那我清楚吧 當時我是過年 我們正好回來的時候 大哥就講了那個話 是不是 那究竟還怎麼來的呢 就是我當時就想要 要幹活 早上起來 就隨便抹一下嗎 就比較好 是為了方便一點 對吧 隨便撿個西瓜頭 那你平時是怎麼打理頭髮 我平常早上起來 先燙一下再染一下 然後要疊十個假髮片 就是把那個假髮片 偷偷偷放到廁所來 偷偷地抵 不是其實我已經剃光了 我是沾的 沾頭 那麼大哥 你最喜歡自己的表情包 是哪一個 你能不能展示一下 我自己給自己做了一個表情包 然後就是李浩過拍了一張那個穿短褲 黃拖鞋 然後騎著電動車的那個 然後我給旁邊配了三個字 馬上到 我知道那個 就是那個那天拍那個西裝那個的 對吧 馬上到 放鴿子專用 就是我說馬上到了 馬上到了是吧 對你給你的朋友約飯 然後你朋友說俠手到耶 然後你發個投票馬上到 其實還沒出門呢 哦 那麼大哥 怎麼了 好想知道你到底經歷過哪些倒霉事 倒霉事 我感覺我這輩子倒霉事 全在錄節目的時候遇到了 就是錄中心的時候 但是最近就是吃的東西真的越來越多了 對就是不知道為啥這些奇奇怪的東西 就真的老鑽到嘴裡 之前咱們倆一塊搬那梯子 那個髒水太臭了 對現在聞到一稀的臭 哇 現在就是想到那個味都像雨 還有之前搬有有機肥的時候 那種羊粪 羊粪 對 就真的就直恰恰撒在你的嘴裡 就是你也吃過 我吃過 我那天吃到也很想吐 這種草飼料這些就不說了 每天都能吃到 因為每天都要去拌那個草飼料 那些灰特別大 那每天餵完羊自己也飽了吧 對 所以每天不吃早餐就去餵羊 餵羊了 所以就自己也飽了 跟羊一塊吃 都吃飽了 大哥什麼都愛吃就是不吃飯 不是 不是 禿燭 第一個問題 二哥 你的情緒管理咋這麼好啊 情緒管理為什麼這麼好 其實 你的情緒管理好 其實挺好的 因為我之前看你跟羽兒吵架 然後 你們可能半幾句嘴 然後就還能很快喝好 那不是有鏡頭的嗎 鏡頭 哈哈哈哈 哇 哈哈 自貌 開玩笑 其實就是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脾氣比較急的人 就是說是 比如如果有矛盾或有問題的話 我會 就是脾氣急的時候想跟別人爭論個對錯 爭論個高低 但後面就慢慢 可能 年紀大了 對 可能也是也是就是變 慢慢年長的時候就發現 好像爭吵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嗯 就覺得 那你與其在爭吵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就這套爭吵的時間 你已經把問題解決完了 嗯 解決事情為主 對 解決事情為主 你炒沒有任何意義 對 我理解你的這個情緒管理 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比如說 你們種植組 之前在幹活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問題產生 對 然後一直在反攻 一直在反攻 但其實你們表現出來 還是想把這件事解決好 就是可能這個情緒管理 還有這方面原因吧 就是你們不會一直氣 就一直放棄 就是遇到困難不會放棄 不會氣的 是這樣的 因為當時其實 種植我們仨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經驗 太多經驗 因為其實我 跟大家之間我覺得沒有什麼組長與組員之分啊 但是 但是就其實這話怎麼說呢 就是你當了這個種植組組長的時候呢 你就覺得 你要就是大家是個集體 你作為集體的其中一員 你不能影響大家的情緒 你的情緒如果是消極的 如果是沉不住崩潰的 那所有人都是崩潰的 所有人說都是 啊我不行我不行 但是你要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說沒事我再幹我還可以我還能繼續 那大家都說都會迎難而上 你還要做到情緒引導久的 對對對我 不希望 對我特別不希望我把我的情緒 不好的情緒傳給別人 我其實習慣性把不好的情緒留給自己 然後把就是好的情緒傳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就像在我們十個人當中 我覺得快樂是第一位的 就是無論這個活兒多難 就包括我們班肥的時候 雖然當時很重很崩潰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很快樂 兄弟在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嘎嘎真棒 嘎嘎 哈哈哈哈 出去買鞭炮 為什麼不換個其他司機 這誰問的問題 對當面跟跟他說呀 當時帶著張老師是吧 對張老師還有 少西 對我當時好緊張當時 當時我心裡面是默念三個字 我說別熄火 別熄火 反覆在腦袋上飄 害怕張老師讓你就地就下車了 對 張老師說你要不要下車唄 好下一個問題 怎麼會想到有面由新秀形容自己 就是你自己形容自己的 對我當時寫了一個牌子 種了油菜 種了油菜以後上面寫的是 我是油菜 但我不油 我叫露卓面油心秀 因為是為了押韻 就是這個跳鴨 跳鴨 跳鴨 有這個說法 真的有這個說法 真的有跳鴨嗎 然後就是 當時我其實斟酌了半天 我想 怎麼來表達自己 你看我是油菜 但我不油 那油菜他不能 一個人不能說自己油膩 其實他不油膩 像我也是挺清爽一個人 對吧 然後 然後 然後忍住 然後那個 我沒有做出任務 我沒有反應 我以為你要 我以為你要做什麼 然後那個 你看我就把油菜類比掉我自己 我是露卓嘛 對 其實平時只是穿搭上會有一些 比較浮誇 或者是比較多的配色 但是呢 說實話其實是一個 很 不能說單純 就是 很 哎呀 我不能誇自己 大哥你誇我吧 哈哈 哈哈哈 你都說完了 哈哈哈 你都沒給我留氣口 哈哈哈 你來你來誇兩句 啊 下一個 哈哈哈 你是怎麼被李浩說服接受中插造型的 其實是 他說 艾露卓 你想辦法拍第一條元氣中插 我想拍 他說給你個機會 他說這條閉火 我說什麼 還有這樣的機會 給我花瓶 因為當時主要突出零卡嘛 不卡 想把那個卡來突出 所以他就說 要不要這樣弄 他說你造型就要從 他說你有一個變化 從邋遢到變帅的過程 然後拍完邋遢了以後 他說不用拍了 他騙我 我 他後面不來我變帅的 他說不用了 但是我看大家評論 大家 就是還挺能 還能記 還是挺能記住這個的 雖然不知道是記得好還是記得好 哈哈 就看大家有沒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了 大家好像寧願沒有眼睛 哈哈哈哈 想摳一下自己 想摳一下自己 不想看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但是很好 真的很好 這蘑菇什麼時候種的 這個蘑菇呢 就是大家在十六七正片中可以看到 我們拿一個灰瓶菇包了餃子 當時是因為 其實我在網上一直在查 我們種植組想要做什麼嗎 在網上查你們種植組想要做什麼 對就是在查一些資料 就是說種低吧 少年篇 哈哈哈哈 種植組應該種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這樣子 當時就想著 就是不知道該種什麼 因為有些時間成本上的可能來不及的 我們就很擔心 像種一些比如 可以早點在過年前可以見一些成效的東西 我們就查了很多 豆芽其實很快 豆芽很快 但是因為我不愛吃所以沒種 哈哈哈哈 有道理 然後後來我就想 我說哎 他們說蘑菇也很快 可以讓大家吃到 我說那我們種點蘑菇呗 然後就花了大概15天吧 然後就覺得 原來蘑菇它是生長周期這麼快 而且它的培育方式也比較方便 所以就是說 後面才會引進這麼多的蘑菇 大哥大狗是怎麼來的 大哥大狗相濡以沫呀 哈哈哈哈 大哥大狗是怎麼來的 是有一天我們去田裡面通溝 然後我們都要下地之前 好像是五歲之後 對 每個人看起來都特別累 然後你好像為了火月氣氛編了個打油詩 啊 那天 對對對 然後你就是大哥大哥你真棒 我要給你發獎狀 大哥已經記住了 就這一段 他當時一直在編一直在編一直在弄 然後我那天都笑慘了 都笑醒了 最後比如說小和過來 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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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然後你還接了一個 當時你說 在這個家裡不能做大哥 我也得有個大字 哦 還好 所以這個大狗就保留下來了 哎呀大哥 你就對於這件事如此在意啊 對 那天你說哎呀大哥 這個大哥做不了 還得做個大什麼大狗 所以大哥大狗就這麼誕生的朋友們 然後你們平時也看修馬蹄的解壓視頻嗎 你會看嗎大哥 修馬蹄我以前看修馬蹄 我以前看 我現在喜歡看那個充地毯的那個 就是解壓的感覺 對特別髒的一個地毯 然後拿那個高壓水 Epic 然後一技耽 最後那個地毯變得特別干凈 哦你喜歡看那種 你看看那種 你們都誰在節目中哭過 其實還蠻多人的吧 耕耘 耕耘之襄 耕耘之襄説狠岸 這一期已經哭過了 他在自後在錄他自己的被彩的時候 所以啊現在總結為最愛哭的其實就是耕耘 耕耘 他是一個比較… 感性加理性就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人感覺 来少年之家吃过最好的一队是哪一队 其实这个吃饭没有最这么一说 就是越来越好了 像之前咱们可都是在田间地头扒着饭盒吃 然后现在就是每天越来越好 然后来了很多老师也在改善我们的伙食 是的 我觉得最顶的目前就是张老师 对 全羊 跟我们带的一直没吃到的烤全羊 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次来不带 张老师听到了吗 张老师以后再给羊来就行了 张老师以后就直接打电话让羊来就行了 对 我说张老师你别来了 你别来 你不要来 主要是我们想给张老师省个机票钱 对 省个酒店的钱 你说张老师来一下还多累 对 直接帮我们远程叫个考全羊就行了 对 今天也不错 来 邵刚老师的主持卡是谁做的 这个主持卡我们可大有一番说法 有一番说法 他们那个主持卡 而且不是一个正经的主持卡 一般主持卡上都会把比如说串词 都给主持的老师写好 对 他们的那个就是第一个节目是谁 对 表演者 没了 对 一点的信息 其他信息都没有 就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节目里面 正片说的热场那个节目 张老师献起的 对 献挂很厉害很厉害 特皮肤张老师的主持功力一步 你俩什么时候一起唱歌 想听我们和大哥 不是 我和大哥唱《牙》 其实我们蛮想和大哥有一首自己的歌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会拍一些 我们自己的才艺视频 对 或许后面的最后的才艺视频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合作 合作舞台 对 尽量的把最完美的自己讲成给大家 好的 那今天的闲话浓活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重点还有哪些疑问呢 可以在评论区 踊跃留言 拜拜